好 現在開始 我第一步會先做光線 因為我本身膚色比較黑 輪廓就沒那麼出色 所以一定要靠光影和陰影 去打出輪廓 首先我會教大家怎樣打亮 其實如果你想要很自然的打亮 是有秘訣的 就是你塗的時候 不是油顏色這樣塗 你是打你想要光線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以前大家會打這個三角影 是 出來的效果就會很死和很濃 所以就是打中間這個位置 我想說一件事 你拿著這支是用來做遮瑕膏的 是, 因為你做遮瑕膏 就是你同時可以亮起 所以有些人很想膚色亮白一點 但其實不要買粉底太白 粉底一定要適合自己的膚色 因為如果你黑粉底太白的話 你出來的感覺就會很灰 所以就用這個遮瑕膏來打亮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遮瑕膏 打回你不想看到的位置 就是這些… 有肉底的位置 對, 包包面這些位置 然後如果…因為我的臉比較圓 所以我喜歡把眼睛拉長一點 會加在這個位置嗎? 對, 這樣你的眼睛就會看起來比較深水 打開完之後就可以用粉 所以我通常會喜歡用這些比較深色 但會有一點閃粉 眼睛 眼睛 對, 眼睛就會更加幼腎 我通常會很難直接用手塗上去 對, 用手塗在眼蓋近眼的部分 因為如果它有閃粉 你不會想它太高 對, 因為它會令你的眼睛有點腫 所以就塗低一點 好, 讓我用掃 塗上眼的上面和下眼線的位置 其實因為這個顏色 大家看到好像很深色一樣 但其實塗出來就很自然 可能是因為我本身很深色 所以我通常會加我自己喜歡用很重的眼睛 因為我會覺得有點像剛剛曬完太陽 就是有一點曬傷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用一些偏向深色 然後偏向Pitch的那邊 就是粉紅色塗上我 顏色會很壯 所以Pitch的感覺就會比較青春 其實在不同的位置會有不同的效果 我會喜歡用蘋果肌 再加上鼻子 真的嗎? 感覺就會很陽光 真的會很陽光 對, 就可以畫中間一點 好, 最後塗上唇膏 通常我平時選擇的唇膏 我不知道大家女生是否都是這樣 我買完新的唇膏回去 很開心, 放回去 跟其他人一樣的顏色 買來買去都是那種顏色 我相信女生也有臂病 沒有 有興趣知道你究竟會選擇甚麼顏色 我通常會偏向選擇豆沙色 因為豆沙色塗上去 有時候如果是很淺色的顏色 例如粉紅色或橙色 它會令我的皮膚變得很黑 嘴巴變得很白 就會好像變成病了 所以我會塗一些深色 而且其實深皮膚的人是很色色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大家看這個好像很深色 但其實塗上去也不會很深色 給大家看看 即是很剛好 就是比較偏向橙色 就不會太粉紅 感覺出來就會更加有氣色 好, 完成了 好, 完成了 也很花手 Honey, 你覺得你化這個蜜糖膚色的妝容 最大的提示給我們的姐妹們是甚麼呢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提示 就是不要太多給自己的框框 可以多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們本身… 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皮膚的深色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是迫自己 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真的找到自己的風格 而去追蹤那個風格 比你強行將自己變成一個不同的人 是